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大家看看我邀请了哪位嘉宾上来 你看看多漂亮的文章 今天隆重有贾斯洛 虾仔上来 多谢你Maria 黑人黑鲜 很高兴认你 我也是 但虾仔很妒忌你 你常常是虾仔 我说你今时今日都变成虾爷爷 应该 不过好笑 我觉得也是好事 因为离开了TVB这么多年 虾仔爹地真的很入屋 在街上也有人认得我 当然我很开心 我没有做虾仔爹地 你还认得我 他们会说很多好听的话 例如 看到你的真人终于到 你没有怎么变 可以 你保养都可以 不过之后 那句我就觉得很定心 就说 怎样你的真人这么矮 看着他 天生的 没办法 我说 一口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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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说 你现在说你年纪老了 你缩了 有可能 这也是原因之一 都很开心 他们每一次叫我命 都以一个很友善的声量 叫虾仔爹地 虾仔 真是这样 真是很甜蜜 但今天虾仔上来做什么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就是他有一件很伟大的作案举 就是他将会举行50周年 In Concert 是的 50年了 50年了 你猜不到 我都是入行 有数大家都计算 数数你都猜到 我觉得好的 为什么会搞这个Concert 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故事 因为我的好朋友 廖安丽 他就是有一个机构 叫做生前行动 是一个教育 就是生死教育 以及鼓励一些人 就是你走了之后 不如捐你的器官 延长其他人的生命 有意思 那我觉得 这个也挺有意义的机构 那我就跟Annie说 有没有一些人可以帮你 他说 是的 我们其实都需要经费 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慈善机构 那他就说 咦 我帮你计算 Louis 你今年也很早有数十年了 入行 是的 计算一下 当然是五十年了 他说 为什么你不搞一场演唱 去帮我们筹款 我心想 也好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句 我又觉得加上他这个说法 可以 第一 又可以做慈善 第二 又可以满足自己唱歌的人 因为太久我没有唱过 再加上第三 因为太久没有见我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和粉丝聚集在一起 做一个演唱歌 你觉得多开心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帮你做 所以就是这样开始做了这个演唱 但我知道十月你的演唱歌的时候 是你大受的 是吗 我多谢你带出这件事 是的 首先为何要说搞十月 当然找个旗的时候 我就想好 今年做 那要选什么月份 不如做十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十月 我七十岁了 Oh my god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你到时才会 Happy birthday 但我一定要问 以及帮观众问一问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 这些表现 教一下我们 第一件事 我估计第一件事 就是大前提 妈妈爸爸的基因 我妈妈是上海人 但多数上海人 她的皮肤真的很漂亮 而且她生得很健康 很小粒 因为我妈妈很小粒 我妈妈只有四尺七尺 很矮 但是声音很大声 你不要欺我妈妈 我妈妈一出声就很大声 高度是遗传字 是的 高度就像我妈妈 我也不是很高 他皮肤很漂亮 我爸爸的皮肤也好 我爸爸是葡葛人 所以他们的混合 就产生了这个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 其实我又觉得 跟着这一句你就会骂我 我其实没有什么 怎么做运动 是吗 我是走路 我又没有去做 举雅铃 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 mood 不是很喜欢做这一类 我喜欢走路 或者少少跑步 但是我想问 插开 你老爸 盧凯鵬 现在很厉害 现在跟周润发去跑步 是 他现在健康很多 所以我觉得 你也不去 六点钟 早上早 你会不会去 我就不会去 老实实 我宁愿在我家的平台 我有这样的地方去跑 会去做这件事 继续说 我觉得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好 好吧 你给一点时间 我解释给你 很多年前 应该是十二三年前 有个医生 他是粉丝 他就帮我看我的皮肤 有一次我皮肤敏感 我看这个皮肤医生 我看完之后 他就说 贾斯洛 你介不介我 我叫你Louie 我心跳一跳 当然没有问题 我说 为什么你想叫我Louie 因为我以前小时看你唱歌 我很喜欢你 你踩着单车 然后你的头发很旁松 然后你的喇叭褲 你的松高鞋 因为这个原因 我买了单车 我说 谢谢你 我的朋友 他很喜欢我 他就说 Louie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不可以每个月 来我的医毛索一次 当然 除了每个月 我可以见你一次之外 我想找我的姑娘 帮你做些事 我不是说 什么大的 制成品 不是 我想令到你的皮肤健康 因为我这个医毛索 主要是帮人做皮肤健康 你只是每个月 来一次 做一个小时 那就可以了 就是医美 因为 为什么 他说 在我心目中 假设你 我不准你老 我不想你老 你永远要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我当然很感谢你 第二句我再问他 我问他 多少钱 没有理由是免费的 是否要帮你做广告 你一点的事都不用做 因为我欣赏你 我喜欢你 所以你来吧 这么好 做 做了十二年多 但是呢 很悲惦 一样的事 他要移民 今年 正义上网做了 是 所以 我也有少少大祸 无论 不要紧 十二年多 他也是这样 take care of我 我很感激他 认识这个朋友 真的很好 就是这样 所以我保持我的皮肤 就是这样 当然不只是皮肤 健康 或者有没有吃东西 我又不介意跟你分享 我有三高 你到这个年纪有三高 也不奇怪 很正常 我这个高血液 那怎样呢 三高 尤其是糖尿 粥粉面 不吃 不能吃甜品 糟了 做人 你要管我这么多 这是我享受 而且我最喜欢享受 吃东西 你连这东西都给不到我 我不行 我一定会听你说的 是假的 你死了 我都告诉你 我是要 因为吃是一个享受 你做人 其中一半的享受是吃东西 谁知他不让我 我就说 腿拗 结果他说 好 适量 适量 我会听你说 就是这样 你没有自己煮食 没有 其实我厨房就好像示范单位 是很干净的 可以摆画的 就是那些炉头 我有点黑人生 我等会告诉你 有洁癖吗 有点 天秤座 是的 跟大姐妹 跟大姐妹 是天秤座 不是 大姐妹 大姐妹 真是麻烦的 我的厨房是干净得 我可以放一些小型的画 在炉上 炉上有很多油 我怎么会放画 我认为因为漂亮 至少我进入 因为我是开放厨房 开放厨房 有几幅画很漂亮 但我不用的 就是这样 天平座的人是喜歡靚 喜歡裙子靚人 另外一個很好的優點 我覺得天平座是很公平 他不會佔別人便宜 也不希望別人佔他便宜 是一個層次的 所以天平座的人很均衡 你和天平座的人做朋友 好處就是這裏 我反而知道很多人佔你便宜 以前就是 現在不是 現在死目了 因為以前入行 你不想得罪這個 不想得罪那個 叫你做也好 這個叫你做也好 那個叫你借錢 多少 一百二十 一百多二百元 沒理由說你自己一百多元也沒有 我借給你 但很少借完之後 這班人你突然見到他的時候 他一見到你 他就另一邊走 但我記得在十幾年前 因為當時我有些老友 智白會 你知道 阿Doo 阿Mo 大姐明 突然跟我一起說 你知道那個假斯洛嗎 他瘋了 他要搞蝦仔爸爸舞台劇 是呀 我便說 他有甚麼瘋 不是呀 他按了一層樓 是呀 我便說 按了一層樓去做這件事 是呀 你這麼大膽嗎 我仍然是不知死的 原來 怎樣會開始呢 就是說 當時我和施美珍 我們開始談 我和施美珍說 現在很流行集體回憶 我們不如嘗試拿蝦仔爸爸 當初不是想著一個音樂劇 我們不如拿蝦仔爸爸出來做些事 如果我們再找投資者 製作公司 每個人都說 過事啦 假斯洛 即你真 不如是找其他工作 我便很生氣 我覺得是行的 你說不行 便不出聲 好 阿七說 是呀 我們沒有投資者 很難做 我心想 想想 隔了一年 我不憤氣 我就說好 我去押了一層樓 去拿資金去做這件事 但我不敢跟他們說 即是跟蝦家說 即是大正銘、彭哥、羅蘭姐 我不敢說 何時跟他們說 好 到他們已經濕了頭 很多人都搭證去做 在那過程中 我們排著蝦仔爹有一天 就發票房開了 大正銘有一次問 Louis 其實我們做這件事一定有投資者 你怎麼樣 投資者是誰 分享一下 我心想是 你都濕了頭 都濕了水 你別說不做 我就說 我 嘩 被他們罵到我 他們個別買了好幾萬 斥美珍、林健明 大家個別買了十萬、八萬的票 十幾萬票 他們很有心 我很感動 我很多時候他們很疼我 所以我經常覺得 娛樂圈的人不太認真 不太現實 不太現實 有時候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有很多人都會舉手舉腳支持你 不單是蝦家去做這件事 錢不多 亦是幫林健明籌錢的 另外那些歌聲 劉德華、容祖兒、陳奕迅、楊千華 跟著做劇那些 Dudu、無信君、關谷英、米雪 個個以不容辭 個個舉手 你來吧 你來玩吧 傻豬在這裡壓在層樓 你一起玩 個個都一起玩 原本我打算是種一朵花 變成一棵樹 當然我最後來是拿得回 我那個層樓 不得謝拿得回 有錢賺 有錢賺 我跟大姐明說過 如果我有錢賺 一半的錢我會撥去幫你的心情行動 因為我很感激你 因為你現在心情行動的創辦人 我沒有理由利用了你之後 不感謝你 我會表示我會支持你 但大姐明說你賺到錢才算 但你很擔心 我終於是賺到的 我真的安樂 因為當時我聽到 和萬無順分說 他們全部都是做義工 但Mo還說 做完之後 他還送個iPad給我 我都不想收 我都不知道他沒有錢賺 哎呀 你說你是傻子 但我覺得是要有些表示 我當然很感激他們 完全沒有說過錢 但我自己過意不去 如果我沒有一些心意送給他們 所以當時我剛出了最新的iPad 我去買 更好笑 這個又要跟你們分享 這個iPad 你知道那個牌子 你不可以買 就買十幾個 因為我有很多嘉賓 我不可以進去 我要買20個iPad 他們不會賣給你的 終於我透過幾個朋友 透過他們的渠道 每人買一些 每人買一些 直接買到20個 我就早買了 那iPad 我家裡很熱 那怎樣呢 每一晚我睡覺時 在聽過20個iPad 我會推入我的房間 讓它涼 讓它不要發霧 我怕它會壞 會發霧嗎 如果你不是一個涼涼的地方 那些會壞 你想想 如果幾個星期都是這麼熱 你會壞 那機器 所以一定要涼 我早上推在廳 晚上推到房間 讓它有一個適合的 涼涼的感覺 就不會那麼容易壞 因為我早買了很多 20個iPad 所以這個我沒有分享過 今天你剛好 我分享 是要推在這裡 還要這樣 我要包裝它很漂亮 天平了 我便拿了這20個 去到某某地方 包裝得很漂亮 我一定要發霧 還要做實驗 這樣裏可以嗎 我說不可以 不夠大 我要跨 我要漂亮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十九個 十九個都是同樣的款 就是這樣才可以出來 其實不是很貴 不過我覺得很漂亮 是有我的心意在這裡 你知道他們真的很疼你 因為他們收到禮物之後 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不捨得的 不捨得你送這麼貴重的禮物 因為他們很擔心你會虧大本 我沒有的 你沒有房子住 沒有的 拿回來的 太好了 其實你這麼多年 你記得有一年我們去旅行 我也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在YouTube頻道說過這件事 我當年1980年和你去台灣 我第一次去台灣 那你關公益就點你 又不是說點你 就跟你說去大姨媽那裡 你好好心地 好吧 那我幫你買 你去買 你記得這件事 我記得和不記得 我記得有一件這樣的事 我記得有人罵我 我好像是一名攝影師 我的組員 是好笑的 但你繼續說下去 不是 我們有一個導遊 類似是助手和製片之間 他是台南人 你要去藥房買衛生巾 你不懂得說過話 你就把他帶你去 誰知道他去到 哇 買衛生巾 你知道嗎 他們覺得很不利是 沒有男人幫女人買這些東西 會衰很久 所以他不斷罵 他不敢罵你 他就回來向別人發洩 你知道嗎 你那個賈斯洛 神經病 怎麼去買這些東西 因為我首先 要解釋給觀眾聽 我是雲朱兒 但我這裏是很西化 你求我 叫我幫你買這些東西 還要是女人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知道 其實我真的無所謂 當然現在就不太好 現在不好嗎 零 現在我有點明白 那時候我真的有 一片雲 我完全不知道 那些叫我幫你買東西 我幫你買衛生巾 我說哪裏買 但我不會說他們的語言 所以就是找了那個人陪我去買 但之後我知道那個人 跟著那幾天 是沒有跟我聊天的 因為就生氣了我很久 好笑 除了和我這個趣事 你這麼多年登台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這麼烏龍 你也懂得說烏龍這兩個字 其實我是挺烏龍的 我有大意 烏龍 烏龍的東西可以和你分享 第一次我和盧雲娜登台 馬來西亞第一次登台 當然很開心 通常做秀是九點的 老闆通常做秀之前帶我們吃飯 那一晚就問我 今晚你想吃什麼 我聽聞馬來西亞的海鮮 是很好味道的 我很喜歡吃屍堪 我帶你去一間吃屍堪的地方 很有名的 OK 那就帶我們去吃 OK了 吃吧 屍堪 我記得吃屍堪 是不用煮的 是白灼的 但屍堪危險 是 我又不會死 它是白灼的 有可能不是白灼的太久 因為久一點好一點 會殺菌 但我又沒有 吃完 Rowina很厲害 我吃生冷的東西 我便一般 不要緊 我吃完 那一碟東西我便吃完 我當然很開心 吃飽到不知那麼飽 好 今天登台 唱到第三首歌的時候 很痛 很糟糕 這個聲音通常是代表 接著你要去廁所 還要是快那一隻 不可以大 不可以等 在唱出來 我都不 Rowina也覺得很奇怪 為何她這麼用力唱這段 因為我們唱開 為何這麼用力 我拿著她的時候 OK交給你 Rowina也很聰明 我便走進去 她很厲害 她繼續唱下去 沒有聲音 不要緊 她唱下去 接著唱完之後 我出來 她說為何你換了一條褲 我做了一條褲 我便說 我稍後解釋給你聽 不要在這裡說 這是我永遠都記得的 好笑的 這個 飆了出來 你想想我要換褲 你說多嚴重 救命 當然不是普通 必一聲 是啪 我當時覺得有點難 不好意思 如果你在吃飯 就不好意思 真的要分享 說回今次 今次演唱會 是五十年 五十周年 會有甚麼內容 因為我入行 都是以唱英文歌為主 七十年代 你知道有很多英文學歌 很好聽 我在想 如果真的五十年後 要做一個這樣的演唱會 我相信那群 和成長的觀眾 朋友 粉絲都大了 他們都想聽他們五十年前的偶像 唱回那些歌 我心想 也好 至少做我的主題 也好 因為說真的 雖然現在香港人 聽英文歌 不是太多 但也有個小撮 的觀眾 會喜歡聽 所以我覺得 做一場而已 可以 用這個主題去做 選歌 七八十年都有很多歌 當然有些很熱門 有些是很冷門的 但我冷門的那些 我都小了 熱門的那些 我需要 為什麼呢 我想每一首歌唱的時候 大家一起唱 好像卡拉OK 很開心 我想整晚 有一個很開心的感覺 給觀眾 觀眾和我 是的 我一定會來的 你一定要來 我一定會一起唱 好 OK 歡迎 大家記住去買電影 十月 好 今集就差不多時間了 但我不會放的 都要走著 我們下集再談 好 拜拜 拜拜